那恭喜你 我现在成为了你的上帝 怎么说呢 成为了你的客户 现在这位上帝 想听听你的旅游计划 行啊 那小米丁我就说说你的旅游计划 说说说 我为你制定的 那就是豪华泰国七日游 那里水清沙白 那里碧水蓝天 那里的人民很热情 那里的人民好喜欢 尤其是那句沙瓦迪卡 更是快之人口 所以说我们第一站 一定要选择泰国的首都 被誉为天使之城的曼谷 哎 曼谷好啊 我就去曼谷 等会儿 等会儿 你说什么谷 曼谷啊 我这也是吧 生活节奏比较快 不想去曼那地方顾溜 不是 我说这曼谷它是个城 那你说什么城市节奏快 农家院上菜可快了 这两个地方没有可比性 怎么就没有可比性呢 你看 你们去曼谷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一览无余的原始森林 去农家院可以看一望无际的爆米地 不 去曼谷啊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各种的佛教寺院 去农家院可以拜各个就是村头的土地庙 去曼谷啊 我可以带你们去亲自骑骑真正的大象 去农家院 我可以带你去骑足 不是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现在此刻我特别的想作一首诗 曼谷丛林树围绕 大象猴子少不了 碧海蓝天成一谢 你应该叫王小剑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呢 我也给农家院做首诗 青山避水绿悠悠 威风掠过小河沟 小猪小猪快快跑 蠢蠢马上就到了 小明天到底谁呢是 王小武不让你多嘴吗 你该回家 我没多嘴 这旅友和旅友之间交流都不让啊 哎你纯纯啊 哎你不要劝我 我这个人声名啊 我最喜欢跟别人交流 好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的专业 哎呦我怕你是大的 门管你俩子 说到专业 我先让你看看我的装备 专业户外登山帐 专业户外登山服 专业户外登山库 专业户外登山靴 专业 这我骂过美的吗 嘿 我也让你看看农家院 春游必备 青花池 琉璃小果菇 我爷给我买的麻辣味的调料包 我爷给我买的麻将味的调料包 我爷给我买的海鲜味的调料包 这是我喜欢吃的榴莲味的调料包 你还榴莲味 你还整出榴莲味的调料包 我告诉你 泰国就是盛产榴莲的地方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就让你看看泰国人民的热情 我爷给我买的 你还没有掌握 我们专业 东西 你还没有掌握 又在那一刻了 哇 炀是 很小一刻了 哇 漏家院 沈泰卡 你还没有掌握 我 是 这我 这我也会 行了 你俩可别跳了 让你俩这么一弄 我都不想去了 现在我知道了 年轻人的旅行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规划 要的就是说走就走 要的就是热情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来 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 小米粒 你选择去哪儿 你选一个 挺好的两个地方让你们俩整洗碎 我哪儿都不想去了 等会儿 小米粒 你别生气 我不是不让你出锅 你看啊 去农家院吧 还便宜 还接地气 出锅多贵 那贵我又没有你花钱呢 说了半天原来是钱的问题啊 瞧不起谁呢 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没钱的 我算着看出来了 兄弟啊 咱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小子握手言和啊 言和 相见有点分完呢 是 其实我说实话啊 我为小米粒打造这套计划 不贵 五千八百块钱 而且你关键你踢我能打折 打多少啊 五千七 你信不信我一大就八成踢你个好歹的 你说你这兄弟老师不听我把话说完 我说的这五千七啊 是买一赠一 也就是说五千七百块钱可以去俩人 比方说你俩就可以一块去啊 那我去泰国 还有女人呢 恭喜你还剩俩 那啥我今天没穿先机刷卡行不 我有泡沫 小米粒我给你报名了啊 我不用你 你不是 快点 王小强 快点 多你什么 我不用我 算了 后回完了 就咱俩去菜股啊 撒娃地康 谢谢你了 不用客气 喂 哎大姐啊 哎你们去我四街我们家了 还有农家院 哎哎那骑猪 哎真好玩 行我现在马上来啊 我去不了了 我去骑猪了 小米粒 小米粒 你等一下猪给你拱了 那个 兄弟 啊 你看啊 刚才这卡吧 是 这么刷的 钱进去了 哎 我要 这么刷的话 钱是不是能回来 你试试 好像不好使 再见 不用说 我 叫我 那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